当您进行音乐制作的时候 需要在各方面对声音进行检测 例如声音音量 左右摄像位置 整体频率状况等等 紧紧靠耳朵 有的时候是很难做到准确检测的 这时您就需要一些专门用于检测的工具 这些工具就是Wave下的PAZ Analyzer 使用它您可以分析音频的频率 声长以及音量状况 首先您需要将PAZ Analyzer 插入在需要分析的素材音轨上 例如您需要分析一段Jazz谷 那么可以在Jazz谷的Bus轨上插入PAZ Analyzer 再例如您需要分析一段人声歌唱 那可以在人声音轨上插上一个PAZ Analyzer Analyzer分析是Wave's PAZ系列中的全功能版 它分为三个部分 位于最上方的是一个Frequency 频谱仪 左下方的是Position 声场监测仪 右下方的是一个Meters 电频表 也可以叫做Levels 音量表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Frequency 频谱仪 我们在调整均衡、多段动态、耻音消除等操作时 需要配合它使用 频谱仪的界面非常简单 横坐标的单位是赫兹 显示的是从0赫兹到2万赫兹的频率范围 人耳的最大听力范围是20赫兹到2万赫兹 低于20赫兹的是亚声波 高于2万赫兹的是超声波 超声波与亚声波人耳是无法听到的 但可以感觉到 所以这里显示的频率范围 与人耳的最大听力范围是非常接近的 纵坐标的单位是分贝 显示的是从-80分贝到0分贝的音量值 横纵坐标都理解了 那频谱仪的作用就非常明显了 频谱仪是用来监测不同频率段音量大小的 也就是监测频率状况的 在播放的时候 您可以看见频谱仪中会有线条显示 这些线条就表示了当前播放的声音在各个频率位置的音量状况 监测仪中黄色线条表示的是当前频率的运动状况 橘黄色线条表示的是一段时间内各个频段最大音量的运动状况 由于Bass都是在低频区域的 所以频谱仪上显示的低频区域的音量相对较大 现在取消读奏再来播放一下 您现在可以看见乐器其奏的时候 中频和高频部分也有所上涨 这就是频谱仪的工作原理 鼠标左键单击频谱仪视窗会出现一条白色的十字线 纵轴显示的是鼠标点击的频率位置 横轴显示的是该频率段的音量大小 在Zoom位置可以设置频谱仪的横纵显示比例 点击上方的加号可以放大纵向的比例 点击下方的减号可以缩小纵向比例 点击右侧的加号可以放大横向的比例 点击左侧的减号可以缩小横向比例 鼠标按住中间的放大镜按钮 可以快速地设置横纵显示比例 点击这个Reset Zoom按钮 可以将显示比例初始化 你还可以使用Navigate导航工具来移动显示位置 在这里点击上、下、左、右的小三角符号 可以浏览到您需要的显示位置 鼠标左键按住中间的导航按钮进行托拽 便可以任意地浏览显示位置 接下来来认识一下Possession声场监测仪 我们在调整声场的时候需要配合它使用 桌边仪横向显示的是左右声道位置 纵向显示的是音量状况 图示中蓝色线条显示的是当前播放声音的声场情况 橘黄色线条表示的是一段时间内最大的声场情况 当线条向左时说明声音向左声道偏移 当线条向右时说明声音向右声道偏移 当线条位于正中间时表示声音在中间的位置 也就是单声道 您可以将音频文件导入到宿主软件中 使用声场监测仪来测试一下 这个音频是不是立体声的 接下来我来为大家分别播放单声道和立体声的音频 您来看一下有什么区别吧 首先是单声道的音频 下面是立体声的音频 您一定能从听觉和视觉上察觉到两个音频的区别吧 再来看一下最右侧的Meters电频表 透过这个电频表您就可以在播放的时候检测到声音的及时音量了 电频表显示的是音量的峰值变化情况 所谓峰值就是高峰值 也就是最大声音强度值 最大音量值 在播放的时候您可以看见电频表中有左右两个不断跳动的橘黄色条形 这两个条形的跳动轨迹就表示着音频的左声道与右声道的及时音量状况 电频表在纵向上显示的是从下方的-39分贝到上方的0分贝的音量范围 当声音低于-39分贝时 在电频表中并不会被看见 而当音量高于0分贝时 电频表上方的红色警示灯就会亮起 提示您声音已经过载削风 您在录音和混音的过程中要保证音量足够大 但又绝对不能大到过载的程度 否则您的作品效果会大大折扣 位于中间跳动的紫色条形默认情况下是Peak Hold 也就是保持峰值 这个保持峰值是随着音量的大小在变化的 点击这个Detect将Peak更改为RMS 这时中间显示的就是RMS值 这个RMS显示的是一段时间内 播放的声音所具有的Rootmes Gray音量 也就是均方根音量 它表示的是一定时间内的平均音量值 透过检测这个RMS值您可以快速地获取压缩效果器的预值 最后再来看一下电频表左侧的一些工具按钮 Low Frequency R1S位置可以设置低频的解析精度 Wet位置可以设置一个额外的弯曲弧线来对频谱进行显示调节 在这里一共有三种弧线类型可供选择 Freeze位置可以冻结频谱仪和声场监测仪 以及电频表中间的保持峰值或RMS值的运动状况 瘦位置可以设置频谱仪的显示模式 默认情况下频谱仪显示的是左右声道混合频率 点击这里图示中显示的就是左声道和右声道的频率状况 黄色线条显示的是左声道的频率情况 蓝色线条显示的是右声道的频率情况 而橘黄色线条此时显示的是左声道的保持峰值 深蓝色线条显示的则是右声道的保持峰值 Pick Hold位置可以设置显示或不显示频谱仪的保持峰值 Clear位置可以清除当前的频谱曲线 Detect位置可以选择显示保持峰值或者RMS值 它是同时作用在频谱仪和电频表上的 Response位置可以设置监测仪的反应时间 时间越短 监测仪的反应就越灵敏 显示状况越精确 反之时间越长则越不精确 Frequency 频谱仪和Position 声场监测仪 以及Meters 电频表在混音的过程中经常要使用到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在课余时间多多熟悉它们的使用方法 从下一节课开始我们继续学习Waves PAZ 系列的监测仪 并且结合前面学习到的一些效果器来配合讲解 本效果器的介绍就到这里 请您继续观看其他效果器的使用教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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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证明